我跟你说对不起可以吗 我不接受 你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我骂渣男畜生 你还不告诉我他是你儿子 你冤枉我 当时我可不知道你骂的畜生就是我儿子 我是不是也跟你一起骂 我还连他爸一起骂呢 你知道吗 当我第一时间知道我就是那个畜生的爸爸 我有多崩溃啊我 当时不知道 你后来是不是知道了 你知道不成不跟我说了 不是 这个锅我不背啊 你女儿有多硬你自己知道 她不准我们说 雨泉想要负责 还跟静芬提了 可以先婚后爱 等等 你说什么 你们雨泉会想要跟静芬结婚 老婆 你不要讲话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的儿子让我的女儿意外地怀孕了 你知道 她现在是怀着多么痛苦的心情 你现在跟她谈判 你们为她欺负人呐 你搞出重点了 你应该先了解 静芬列的是什么条件 事情能不能谈好 又不是上法庭 条件 什么条件 好了 你们两个说得都不重要 我现在只想知道 我们静芬会不会答应雨泉的求婚 两个人共组家庭 你在大家面前公开这件事情 是不是已经做到决定了 一开始我也有想过 不要这个小孩 但是 当我人在诊所 遇到护理师喊我的名字 我却不敢承认 直接跑走了 很抱歉 让你自己面对这一切 你也很谢谢你 给你让孩子留下来 虽然我们之间没有爱 但是 想想 肚子里有一个生命 因为我觉得 一时犯错了 就被放弃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后来 我决定 把他生下来 不想让你参与这一切 一部分是因为 我迁怒到你身上 另一部分是 我怕你抢走小孩 我想把这个孩子 转为其友 就算没有爸爸 我也会给他两倍的爱 这世界上哪有我两千分 解决不了的事啊 但经过汪伟杰的事之后 我发现 有个队友好像也不错 所以我决定 卫权 我大意让你成为我的队友 我们一起 给这孩子满满的爱 让他成为这世界上 最幸福的小孩 这是 我的孩子 我们的小孩 对 我们的小孩 谢谢你 好 怎么都听不到啊 我来 我来 我听了也好 亲爱的家长们 偷听是不好的行为哦 有什么就直接问 金文啊 你跟雨泉都商量好了吗 我们会一起抚养小孩 对 太好了 这里列出的条件 你回去慢慢看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商量 反正离小孩出生 还有一段时间 好 我会仔细看看 但原则上 我会接受有的条件 不是 你们谈了什么 我们会一起 跟我们小孩教育 非到十八岁 雨泉一周可以来看小孩三次 一个月至少要选一天 带小孩出去玩 等一下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没有要结婚吗 没有 你 你竟然不要我们家晋芬啊 哪轮到他不要是我不要 不是 你们不是已经谈好 要一起抚养孩子吗 我们会跟小孩说 孩子 你的爸爸妈妈没有住在一起 不过给你的爱是不会少的 也好 至少现在孩子可以教一生爸 这也算是有很大的进步了 那孩子可以叫我阿公吗 我没有特别标注 不过你可以随时加入协议理 你 阿公 之前遗漫的这件事 我真的很抱歉 我跟你们保证 我一定会当一个好爸爸 我不会让晋芬一个人 辛苦地抚养孩子 晋芬跟孩子都是我最重要的家人 我一定会尽全力守护他们 既然要守护 你就不应该顺着晋芬呢 你不是说要先婚后爱吗 说我没有考虑到晋芬的想法 才会说出先婚后爱这种话 其实没有一个女人 会想要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 我自己一个人一头热地想负责 事不尊重晋芬的做法 从现在开始 我会努力让你感受到我的爱 在可以打动你之前 我都不会让你感到任何的压力 你就 顺着你的心 轻松地 自在地 做你想做的事情 等到哪一天 你想结婚了 跟我讲一声 我永远都在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们家雨泉啊 帅气 有担当 这种好男人 你去哪里找啊 再来 我们家雨泉 我 帅晋三 不好意思啊 你良叔就比较别扭 你别介意啊 我不会介意 刚才都没有好好吃饭 我去帮你把饭菜热一下 不能饿着了 谢良媽 就不能简称媽媽 黃順英女士 好好好 當我沒說 媽 我的玻璃罐呢 我就跟舊鞋子 一起交給回收婆婆了 回收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這附近 有資源回收站嗎 走右底右轉 謝謝 玻璃罐子被當回收丟掉 是種放棄 也是種放手吧 金采 冠子勝利長回來了 我希望你不要再舉送兩過 所有你失去的 我都會盡力幫你找回來 人啊 很多時候過不去啊 都是因為內口氣 所以奶奶覺得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整整她 讓你好好出氣 你在找我嗎 這是代表你惡意的蝴蝶 我全都放廢了 冠子已經清空了 冠恩偉 我決定給你一個機會 讓你可以追求我 只想著往前走 時間的洶湧 我想聽到 你的真心話 再一次 我出發 你選擇 街道 讓我先找我們 你選擇 我愛你 希望你 你選擇 你選擇